下午5時,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 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報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預料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 在下午5時,颱風天甲集結在香港以西約200公里 即是在北緯22.5度,東京112.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 並逐漸減弱,隨著天甲逐漸遠離,本港風力正在減弱 天文台即將改發3號強風訊號 受天甲相關的外圍雨帶影響,本港仍然間中有趙雨和狂風 在過去一小時,昂平和沙洲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為 每小時60和52公里,最高震風分別為每小時85和71公里 8號列風或暴風訊號防風措施報告 熱帶氣旋雖然開始遠離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時間吹裂風 各位請留在室內直至風力減弱為止,以拆安全 在任何情況下,切密接觸被風吹到的電線 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香港電台 在15分、30分、45分和搭正的風暴消息 這節風暴消息報道完畢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下午5時01分,由張曼燕報導新聞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下午5時台風天甲集結在本港以西大約200公里 隨著天甲遠離,風勢減弱 天文台即將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子祥說下最新天氣情況 在下午5時台風天甲集結在香港以西大約200公里 我們預料天甲會繼續向西偉偏西方向移動 逐漸遠離香港 隨著天甲逐漸遠離,香港風力也逐漸減弱 所以天文台即將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地方面,香港仍然都會受著天甲外圍的雨大影響 所以我們預計今晚香港仍然都有狂風驟雨 而海面的情況仍然都比較大浪和有湧浪 所以市民應該繼續提高警惕,盡量遠離岸邊 預測本港今晚和明天初時吹裂風 程度的南至東南風,風力進一步減弱 錯時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多雲有狂風驟雨 明天雨勢減弱,氣溫介乎27至31度 展望隨後幾日仍然有驟雨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生效,現在氣溫26度 相對濕度97% 大家在聽香港電台第一台,有一個最新的風暴消息 跟大家說 天文台已經在下午5時1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在下午5時1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今天天甲的颱風,形容為一個超強颱風 由昨天8月22日到11日的警戒備訊號 開始慢慢轉為3號風球 然後8號、9號、10號的颱風訊號 很多人都說,都忘記了原來香港還有10號風球 今天就好像,咦?再提醒一次,有的 但我們對上一次的超強風,都不是那麼好 就是在2012年的7月,有偉心特 但這次就說,很多人都會將它跟62年的溫代比較 所以想問一些專家,究竟為什麼這次的風暴這麼強 或者它的路線,我們又可以學到什麼呢? 不如這個時候,都找來這方面的專家 他就是方志剛,是地下天文台的台長 方志剛,你好 你好 是,想請教一下,這次的天甲,為什麼會這麼強呢? 其實天甲又不是特別強的 其實都是一個強颱風,但跟溫代比,還有一個距離 但這次其實那個災情,你看到水浸的情況比較嚴重 其實就是關於那個風暴潮 因為其實一個強的颱風,在我們香港南約過的時候 如果剛剛今天早上的一個天文台潮的時候 那個漲潮,再加這個風暴大,叫風暴潮 所以就令到水位很高,所以就很多地方都水浸了 嗯嗯嗯,因為我看到很多網上的朋友,可能經歷過溫代 他們都會覺得跟這個溫代是有得比 但你又覺得完全,因為是水漲的問題 你就覺得不是風力的問題 是的,風力呢,其實我們看回天甲 跟我們一、二年的衛心特比 其實是差不多的風力 今天那個天甲比衛心特,強一點 即是說回天文台那八個指定的風速站 那個數據跟衛心特比,其實那個平均是多一點的 但是你說跟溫代比那些,其實都還有距離 就算在1999年的約克,其實風力都比這次我們天甲的 嗯,不過那個風暴潮呢,其實我們看回 今天其實尖備水那裡的水位,其實就去過去4點 4點5、6米 5、6、6米 是的,那去減回它那個余暴潮的2.16米 其實那個風暴潮就有2.4米 那看回紀錄,其實溫代那時候 最近的風暴潮就3.23米 那3.2米,河背就3.23米 那其實今次這個天甲有2.4米這個風暴潮 其實都排隊4了,就是香港有紀錄 另外,我想問一下,是不是個個,即是打10號風球 都是屬於超強颱風,可不可以這樣形容的? 是不是這樣界定的? 不是的,不是的,10號風球的定義就是有巨風 即巨風就是118公里每小時的風力 其實一個熱帶氣旋也都根據它的風力分為不同的等級 它只要去到颱風的級別,就可以有118公里的風力 但是颱風上面還有強颱風和超強颱風的 當然這兩隻颱風影響香港的機會就小一點 但是其實一個颱風接近香港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引起沈風球 不過如果照這樣統計或這樣看 始終都是歷年來,是不是還是溫代最厲害的呢? 影響最大的? 也還是溫代 是的,還有看今天的氣壓 即是溫代除了風力強、風暴潮強 它有一個氣壓令到天文代的氣壓跌到953.228公里 這個其實一直都沒有破 其實氣壓都不是太低的 如果我沒有留意,沒有看出應該是97幾或98幾 其實都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我又見到一些朋友,除了用溫代比較 就用最近的偉心特 可能都未必夠溫代的了,怎麼都 明白 其實它跟偉心特比差不多 但是就沒有跟溫代比了 是的,還有一些距離 OK,好,謝謝方志剛,謝謝你 好,別客氣 謝謝你 好,方志剛是地下天文台的台長 解釋了原來還有風暴潮 大家要多知道一件事 還有為什麼打風的持續時間比較長、比較長 以及水浸的狀況 3號強風信號在下午5點10分發出 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 下午5點台風天甲,集結在香港以西大約200公里 即北位22.5度,東京的2.2度附近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5公里移入廣東內陸,並逐漸減弱 現時本港西南部仍然吹強風 鐵文台會視乎本港的風力變化改法1號戒備訊號 受天甲相關的外圍雨大影響 本港仍然間中有罩雨和狂風 過去一小時昂平和沙洲分別錄到的 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0和52公里 最高震風分別是每小時85和71公里 本港今晚和明天初時吹強風程度 南至東南風,海面有大浪和湧落 明天風勢緩和多雲,初時有狂風遭雨 明天雨勢逐漸減弱,氣溫介乎27至31度 展望隨後幾日仍然有遭雨 3號強風訊號生效,現在氣溫26度 相對濕度97% 傍晚6點,歡迎收聽傍晚新聞天地 主持節目界張智欣和汪明熙 首先聽聽新聞提要 天甲催襲本港,天文台今早發出10號巨風訊號 持續5小時到黃昏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大風襲港期間超過100人受傷,多處水浸 其中大澳和李漁門水浸嚴重 澳門在天甲催襲之下至少3個人死亡,2人失蹤 幾乎全澳停電近半小時 詳細的新聞內容 受到強台風天甲正面催襲,天文台在清晨5點20分發出8號裂風 滑暴風訊號,之後的4小時內更加先後改發9號增強訊號和10號巨風訊號 是回歸以來第三次的10號巨風訊號 隨著天甲逐漸遠離本港,天文台已在下午5點1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天甲催襲期間至少121人受傷,海陸空交通一度大受影響 風暴加上天文大潮,大澳和里漁門嚴重水浸,柴灣杏花村地庫停車場被水淹浸,城門河河水渡灌 紅磡就有屋苑的戶外吊船擊中單位玻璃窗 天甲亦對澳門市面造成嚴重破壞,一度出現大停電,當地至少3死,2人失蹤 這算是最輕易的小迷龍的功能 天甲催晨為近地的回程 天甲催崖式充在地行的生氣 天甲催向後媽媽媽媽 天甲催水天甲催